杂技有2300年的历史了 杂技没有语言障碍 所以杂技其实最能代表 我们中华的文化 中华的文明走进 吴桥杂技有很深的文化基础 所以说他们的技术 群众性 现在已经发展到文化产业了 沈阳杂技团跟他们的不同 我们主要是沈阳杂技团 是走国际化 所以说我们制作的文化产品 基本上就是按照世界标准 来打造巨木 就像我们出国 熊猫之旅 这是中国符号 中国元素 中国形象 大家都都盼大 这个中国 我们还有利用了 现代的 声光变 舞美福岛化 整个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精品 所以说沈阳杂技团 这个走了七十多个国家 大百多个地区 通过我们这些年把这个世界的整个的优秀的文化 西纳都把我们中国的中华这个优秀文化传播出去 我们更注重技术性的 欧洲更注重这个娱乐性和马戏的 中国的杂技走到哪儿都受到欢迎 我们每年基本上在国外演出150场到200场 这个熊猫熊之旅 巴西圣保罗快递卡后 5000人的剧场 演40场 连演40场 全体体力 反复现场 他感动 还有说中国人这种精神 还有中国人的这个艺术 还有中国人把这个引体和立美 这能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时候体现出 中国人和咱们中国精神和我们杂技 这个艺术这个传透力 去年我们推出了 一台杂技剧 叫先生 我们这个剧的主题 就是918 918事件后 中国人民分歧反抗 日本杂技史 因为918又是大小的冬季场 辽宁又是六地精神 沈阳又是英雄城市 我们就把这一段历史 搬上舞台 所以说现在杂技不单单是技术表演 还要讲东西 有故事 有情节 有感情 有矛盾 而且表演尤为重要 现在看杂技 它不是革命杂技的概念 就像看大片一样 而且它惊险 所以我们推出了之后 受到了沈阳的观众 受到了北京的观众 受到了专家和文艺界 一个肯定 一个肯定